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sir 你好 郭sir 先看看理解方面的电邮查询 想问是2678天虹仿跡 家庭观众已经有货 他在9元时跌入了 比现在的6.33元来说 的确跌了很多 挨不少价 他看到近来有少少反弹 想问阻力位在哪里 何时要走呢 的确反弹明显 升超过6% 但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去到9元的家乡价呢 其实早前的升势相当明显 一年的高位曾经去到16.3毛6指 9个多元钱买 没有做风险管理是比较可惜 幸好以往值来说 估值不是高 但就算是这样的话 技术上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9个多元钱买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一浸 在左边的水平买的 刚刚股价 轻轻跌穿50天线的时间 已经亮了警号 你说不沽不沽 都要小心了 之后就曾经整固一段时期 接着再向下走 最终跌穿了早前的低位 即是八个半 这下第一个底 第二个底 到第三个底 一脱的时间 这里就要止蚀 这里不止蚀 真是没有机会了 近期来说 经过一轮的下跌 你看看低位成交量很多 这些全是打靶的 其实上是止蚀位 真是捱不住扔出来 去到这个大概5元左右 高低脚式的商底 似乎漸漸形成了 现在就略为做好一点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第一个技术上的阻力位 应该是50天线 现在今天去到7.5元 过多个礼拜 可能行行走到7.25元 或者低一点 严格来说 一日未能够走回到50天线之前 整个形态仍然处于 一个反复大远的格局之中 只不过就是近日来说 跌幅比较大 所以变成低位 可能有一些回补买盘 令到股价回到10天 和20天线之上 但是不够 一定要成功回到50天线楼上 站稳在50天线之上 才可以摆脱了 整个中期族沉底的形态 如果你问我可以上网多少 比较进取少少的 现在当然是上网50天线 今天是7.5元 下个礼拜可能去到7.4元 7.3元 再远一点可能到7元 50天线现在持续下跌 这也是暂时上网的阻力 值得提到的就是 股份的技术表现 在中期形态上 是处于低一浪的格局 如果你说要拿着旧货 希望较少一点 再走的话 我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 在这个水平 问我好不要加住 我就认为 没有这个需要了 就算资金要有的话 寧愿放在内房 或者内銀 或者其他的股份 就好过再持续 放在股份身上 这点你要留意了 好吗 今天麻烦了 这位家庭观众的电邮查询 这个时候 跟大家跟进一下 纺绍仔 以估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先 看到矮条纺绍现在升2仙 做4.39元 天红纺绍刚刚都说到 升幅明显 升幅至近7% 匯泰纺绍现在升至近3% 做10.04元 特荣介是做8.24元 升8仙 福田实业暂时没有升跌 现价报9号已至 郭局长 这个时候跟你说一说 刚刚提到内房方面的情况 其实见到内地经济来说 都未有明显的转势 放松内房 以及银巾等等的传闻来说 都是不少的 尤其是内房方面 见到零售旗等等的消费方面 卖地方面的情况 卖楼方面的情况 就一样 但始终在调控方面的政策来说 好像放松了些 又说放松限购令等等 其实怎么看内房整个板块呢 你的态度是否依然比较乐观些 如果是的话 应该怎么看整个内地的楼市 第一就是说 为了维持7.5%的经济增长 一定是要靠内税和靠固定投资 这两个板块 在这个节目我讲了很多次 内税的板块 其实就包括衣食住行家电医疗 其实中间来说 房住的问题是重中之重 第一 这个根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光性需求 第二 资产价格的稳定性 亦都可以助长消费或者刺激消费 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如果经济就因为政策的驱使而出现下限的话 你要维持7.5%的增长势头 就相当困难 反过来说 一直以来房地产业都有政策去调控 包括限购或者制止一些投机炒卖的活动 但近期来说一些小的城市 情况越来越差 包括一些房地产商 因为卖不到楼 变成融资有困难 甚至个别出现一个违约的风险 如果去到一个恐慌的阶段 拿着楼子又要卖 发展商又要套现的话 那时就骨牌效应了 在那刻你才做任何功夫都没用 因为信心已经受到厌重的打击 趁这个情况未出现之前 现在政策就要先行先一步 给一个很清晰的市场 就是说中央在房价方面的打压 或者调控仍然没有太多改变 不过一些限购的措施 可能会暂时不执行 即是以往你拿着钱 你有层楼 你想再买一间 不让你买 现在不同了 你要买 好了你去买 这个差很远 民间的财富是天文数字 有很多人拿着钱 没有地方去 买股票吗 买多少就输多少 投放在一些理财产品上 又怕一个机构会违约 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好了 如果你说 真的房地产 或者一些可以 是给你买多一间 或者买多两间 老实说资金就有出路 其实对发展商来说也是好的 因为发展商卖楼 如果你是首置那些 你要向银行借钱 但是在一个批核的过程当中 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有些说是四到六个月 可想而知 发展商买了个地盘回来 然后整理 起楼 这也是一个过程 到卖完楼之后 又要半年时间才收到钱 同时发展商有其他地盘在做 你哪有现金转 如果你能够通过一个取消限扣 或者其他政策扶持 发展商这头卖楼 不用太多 一个月左右 快点就有资金回笼 资金回笼之后 又再发展另外一些项目 资金流动如果够快 才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即是加快建楼 水来需求多些 钢材需求多些 你家屋的厕所 浴室的装修 木门 家具等 你的需求都会快 反过来 你的地盘本来 九个月去发展 拖拖了两年 所有的供应商 所有的物料需求 你都会放慢 经济的流转 很讲求速度 如果货品生产完 销程去了 然后接着收到钱 同时又再销第二个货 这个流水作业 你才可以有一个拉动作用 慢慢来慢慢来 经济老实说 就算要升 步伐都相对比较慢 所以到最后 我觉得中央政府 会下调银行准备金 即是说 真的有政策出来 这是商管齐下的 第一 去楼房那边 取消行购先 然后首置那些 希望银行能够快些 批客 但银行都有困难 如果有部份的存款 走去存在什么宝 什么宝 那些 你要拉住这些存款 又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有利息的问题 但最后银行 都要面对另一个问题 就是资金又要逐步逐步 担着流走 第二 收到100元资金 又要上缴20% 给银行准备金 即可以借出去的钱 就更加少了 但如果你说中央政府通过银行 是有一个指令出来 例如下调银行准备金 即是你要上缴 但不用缴这么多 本来缴20% 现在缴19% 收多那些 我放给你 那就不同了 如果你下调1%的银行准备金 意味着有8000亿人民币 可以通过市场 各种的拆放 是慢慢慢慢去到房产业 或者其他范益 这对经济来说 绝对有一个刺激 和拉动作用 剩下来的 就看看政策是怎样放的 不过近期来说 A股似乎反复大远 大家看不看到 沽压不是那么大 即是大部分人对A股的看法 都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 只是说 拿着钱想买的 有些永远都是倾用于 我便宜一点才买 或者等你升我才追 这是人之上乘 但拿着货的普遍是持刑保贷 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欲 去追估或者低位去减持 相反来说 听闻这些基金 就不断密密地在收 其实已经收了很久了 整个A股 如果一旦有政策下放 上证指数 你要突围而升 根本上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因为直到现在这分钟 如果上证指数相对港股 或者欧洲股市 甚至乎美股来说 上指是相当相中低的 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 最低的1664点 你相对现在大概2000点 多些 不外乎低位上来是300多点 无论如何都好 政策下放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上证指数 能够稍微走回一层 比较漂亮些 或者突破去年9月12日 高于2270点 我相信那一刻 看到势头这么无声 有不少资金会加入追捧 或者在一个上升势头 漸漸明显的时间 交投也会多一点 所以拿着A股的人 最重要是给多一点耐性 如果货物不是太多 就尽量增持 其实有些分析说到 A股往往都是走前 比港股在前面 好像内房的A股 其实由年初至今 已经是跑赢大市 其实在香港上市的内房 反而有少少落后 好像内地的龙头 曼科A股 其实累升了超过百分之一 远远跑赢了就是满心300指数 同期来说 下跌至8% 但反而相反 在香港上市的内房 就明显跑输行止 其实郭先生这样看 其实是否现在来说 反而是入内房的H股 即是在香港上市股份的最佳时期 对 大家看了上周有个新闻 就是融创 以股价的高日价 去入股是3900的六成中国 其实来说 道理很简单 有些人就说 市价只有百元八个岭 你用什么12元去买 问题是你百元买股票 但买不到那些地 现在融状很明显 看到六成的资产 其实一直以来 二线内房股一元的资产 市价只有三毛半指 三毛指 这个已经说了是很不正常 只要气候稍微好一点 政策真是下放 他都会有折扬 折扬25至30%是很正常的 但由折扬30% 去到折扬 譬如这样 折扬70% 去到折扬30% 现在已经代表不少股票 在反弹低位上 可能有50% 如果看远一点 我看得更好 二线内房股 现在这一分钟 已经可以作一个中线部署 不过不要部署 今天买 明天有钱 去持有 没问题 谢谢郭sir 最后和大家 跟进整个内房反肺的最新表现 中海外跌八仙 华洋置地升一毫 碧桂园跌一仙 西贸房地产跌1% 至于富力地产 是升超过百分之一 现在正在10.5% 另外几只 雅居落升三仙 合景泰富跌超过百分之二 远洋地产跌超过百分之一 恒大地产跌两仙 至于月秀方面涨两仙 再申报1.5%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郭sir 和你再申报 提及过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自由 没有 谢谢郭sir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有全日总结的环节